岁月艰难 无法现回忆录 第四章 战斗在闪甘宁边区 四 对九域战斗 关上战斗后 我们不分昼夜的向前挺进 承胜扩大战果 扩大占领区 在这种情况下 严西山惊恐万壮 他一面请蒋介石派军队增援 一面把自己能激动的部队集中起来 边组成四个纵队 于1936年3月4日开始 分路向我进行反击 企图把红军赶出山西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想继续打开局面 就必须粉碎严西山部队反扑 于是抗日先锋军的领导决心 集中红翼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主力 在山西校义县队九域附近 同颜西山的军队展开一场大决战 这时我们以前进到了吕梁山区 1936年3月的山西 天气多阴雨 山上更是风雪交加 给我们行军带来了不少的困难 3月10日凌晨 我们奉命从大麦交出动 向队九域的敌人发起攻击 天刚亮 我们就同敌人接触上了 战斗一打响 我们便按照既定的部署 集中两个军团的主力 打垮了敌人的两个纵队 在追击中 又消灭了一部分敌人 俘虏了两千人左右 但后面增援上来的敌人越来越多 到下午三点钟的时候 敌人的炮火增强 我们伤亡很大 逐渐变成了同敌人对峙的局面 对九域战斗一打响 我们二师的三个团就全部投入了战斗 师长刘亚楼 政委肖华 参谋长钟学高 政治部主任邓华等 都在前沿阵地指挥作战 战斗开始不久 肖华的左腿就负了伤 警卫员把他背到一个洼地里 然后用担架抬下了火线 连师政治委员都负了伤 可以想见这次战斗的激烈程度 这时 一军团二师和四师的部队仍继续开展进攻 到了下午 我们二团攻到了队九域左边的山脚下 当时天已黄昏了 队伍集结在山脚下 我们攻不上去 敌人在山上也打不到我们 这时 我们接到团里的命令 要我们立即撤退 看着近在山上的敌人 我们不愿就这么撤走 于是梁兴初和我决定 先派人侦查一下敌情和地形 搞清山上敌人的情况 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经过侦查 发现山上的敌人只有一个赢 大约三百多人 攻势也不强 梁兴初就同我商量 看来这股敌人发消灭 试一试抓一把再走 我表示同意 说就这样干 于是 我和梁兴初集合部队讲话 说明了我们的意图和要求 要求全团同志猛打猛冲 同敌人拼刺刀 之后 我们组织了四个连 其中两个连游参谋长胡发坚带领 两个连游梁兴初和我带着 分左右两路 趁着天黑山上敌人看不见 一下子猛摸上去 在重机枪的掩护下 集中兵力 用刺刀 手榴弹向敌人冲锋刺杀 一下子就把敌人给压住了 不到半小时 我们就攻进敌碉堡内 把一个赢的敌人都给吃掉了 我们把俘虏赶下山来 把他们的枪栓下了 还要他们背着 抓了一把以后 部队迅速下山 向后撤退 这一仗我们的伤亡也不小 我们上山参战的四个连 数二连的伤亡最大 上山时 八 九十个人几乎全部打光了 只剩下了十几个战士和几个没有上战场的伙夫 连里的干部则全都牺牲了 我们尽快把牺牲的同志掩埋了 把伤员台上趁着黑夜拼命往后撤 不久 我们遇到刘亚楼派来的参谋 叫我们撤回到原来出发的地方去 这时师部已经走了 四团 五团也走了 只剩下我们在后面 当晚 我们全团回到了大麦礁附近 我和梁兴初来到师部 向刘亚楼 邓华 中学高做了汇报 讲了打这一仗的情况 我们受到了师部的表扬 都说我们这一仗主动出击打得很好 刘亚楼还表扬说 你们激动果断 取得胜利 很好 我和梁兴初说 看到这个机会很好 就想捞一把 但我们自己的伤亡也很大 听了我们的话 刘亚楼就说 师里会把这个情况报告军团部 请求给我们补充新兵 接着 他给我们介绍说 那天沿西山出动的不是四 五个团 而是三个步兵师 一个炮兵旅 共十四个团的兵力 由于我军刚刚过河 还没有站稳脚 加上地形不利 没有群众援助 要一口吃掉十几个团很困难 因此毛泽东决定撤出战斗 改变进攻方向 汇报完毕后 师部招待我们吃了顿红烧肉 吃完饭回到团里 我们马上召开干部会议 告诉大家 部队准备在大麦礁附近休息几天 补充部队 恢复建制 换装 补充弹药 补充鞋袜衣服等 休息两天之后 再继续前进执行新的任务 我们要求各连整理好自己的队伍 准备欢迎新兵入伍 并做好新兵的训练教育和团结工作 同时开始清理缴获的武器 这次战斗共缴获了200多支38式步枪和12挺机枪 这些武器准备全部补给二团的新兵 第二天 军团部很快就给我们补充来了400多人 都是跟随主力部队前往山西参战的陕北青年 我们重新组建了二连 从别的连抽掉了班牌长 正副连长 正副指导员 其他的新兵就分别补充给一连 三连 四连和五连 为欢迎新战士 团里专门召开子一个欢迎大会 给他们发了崭新的38式步枪和手榴弹 新战士的情绪都很高 这样 二团又充实起来了 对九狱战斗是我们进入山西后打的第二个胜仗 粉碎了阎西山组织的第一次反击 连同上一次在关上阵的胜利 这两次胜利 巩固了我们在山西作战的前进阵地 使沿西山逼迫红军退向黄河西岸的企图落了空 对九狱战斗后 为扩大战国 扩大我们在山西的占领区 抗日先锋军领导决定 整个部队分为左 右两路分别北上和南下 各自独立作战 15军团为左路军 由大麦交向东北方向的焚扬 太原前进一军团为右路军 沿坟河和同仆路南下作战 向基占领近南地区 近南是坟河流域的主要两产区 河两岸都是大块的平原 山很少 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地区 按照命令 我们二师于1936年3月16日早晨 由大麦交出发 二师以我们二团为前卫 师部跟随二团前进 四团 五团依次在后跟进 这一天 我们前进的目标是霍县的南关村 南关村是同埔路上的一个水火车站 军团交给我们的任务 是要占领这个车站 这天晚上 我们在离南关村大约30里路的地方宿营 住下以后 派人前去侦查 结果发现南关村住有敌人的一个骑兵连 加上其他一些地方队伍 一共约200来人 我们报告师部后 刘亚楼当即决定 要二团去占领南关 消灭南关的敌人 第二天 我们早上7点多钟出发 11点钟到达南关 经过观察 发现南关村两面都是高 一条坟盒躺在中间 白雪矮矮的河面上截着兵 按照师部的命令 梁兴初和我商量后决定 首先带领一部分队伍占领西面的高山 同时要参谋长和当时新派到二团的总支书记 带领两个连从左翼绕过坟盒 越过铁路爬到南关村东面的山上 占领至高点 然后两面夹击 把敌人压在沟里 消灭在车站中 结果这个策略完全成功 待东面山上打响了战斗 西面山上也向下开始攻击 两边一打 敌人马上就慌乱成一团 不到一个小时 敌人的那个骑兵连全部缴械 这一仗我们缴获了七十多匹马 一百多条枪 俘虏了包括当地官员及车站工作人员在内的一 二百人 除此之外 我们还在车站仓库里缴获了一大批物资 战斗结束后 我们很快把战斗经过和战果报告了师部 并把缴获的物资派人送给了师攻击部 马和骡子也全部上缴给了师部 因为我们团没有骑兵连 要之无用 我们只留下了一部分枪支弹药 战斗结束后清查部队人数时 我们突然发现新来的总支书记牺牲了 经过了解 才知道他是在随三连冲锋时牺牲的 我现在怎么也记不起他的名字了 只记得他当时很年轻 才二十多岁 打仗很勇敢 他是在我们要打仗的当天 才由师政支部派到我们团里来的 结果刚来到团里就牺牲了 真是可惜 这次战斗 部队的伤亡并不大 但是牺牲了一个总支书记 令我们大家都很难过 那天 全团集合为新道的总支书记牺牲 默哀三分钟 已是追到 那天 在战斗快结束时 从南面开来了一列火车 我们从江西出发 到这里为止 还从来都没有见过火车 结果他轰隆轰隆的开了过来 就一心想把他打下来 报告给刘亚楼后 他要我们先不要惊动火车 把队伍埋伏在山上 待他进到附近时再开枪 没想到火车上的人 发现南关村有枪声 很快就向后倒退回去了 后来才知道 这是一列火车 是开往太原去的 虽然这次没有打乘火车 但战士们看到了铁路 看到了火车 也得出了火车不可怕的概念 占领南关村后 师部命令二团休息一天 改掉五团为前卫 四团为本队 二团改为后卫 这样刚刚走了两天 我们就从师的前卫变成了后卫 我们继续沿坟河和铜仆路南下 越往南走 坟河流域就越开阔 我们南下势如破竹 催枯拉朽的攻击前进 五团沿铜仆路一直南下 攻占了新将 猴马 驱沃等县 二团和四团则包围临坟城 并以临坟为中心 在临坟以西和以东地区开展工作 四团在临坟西南相邻 古城 坟城等煤矿区的几十万工人中开展工作 我们二团集在临坟以东 包括一城 福山 大阳镇 北王村一带开展工作 师部住在临坟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 临坟城被我们四面包围着 城里的敌人不多 不敢出来骚扰 我们也没有去动它 我们的队伍适当地分散了 修整了下来 这个时期我们的主要工作任务是 扩大占领区 筹集资财 扩充部队 做群众工作 宣传抗日 揭露严西山的罪恶 开展地方工作 建立地方党委和游击队 这些任务交由部队来承担 这样部队由打仗转入地方工作 大家都感到负担很重 要很好的完成任务 首先就要充分做好群众工作 我们首先进行调查 了解阎西山这个土皇帝统治山西几十年的恶行 然后组成工作组 每天打着红旗一村一镇的去向群众进行宣传 揭露严西山在山西推行军事防供 政治防供 经济防供的真实目的 揭露他同奖届时又勾结又矛盾 在山西推行壤外必先安内的一套政策 示意在消灭共产党 让日本人占领全中国 同时 我们还特别告诉广大群众 严西山的土地村公有和所谓的公道团 都是为地方豪身服务的 是欺骗人民的做法 实际上是剥削穷苦人民的种种手段 我们还向广大群众宣传红军东渡抗日的主张 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宣传取消科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的合理要求 经过广泛宣传 加上红军军纪律严明 官兵一致 爱护群众 和我们打土豪 分粮食救济穷人等实际行动 使群众对我们越来越了解 广大贫苦群众也越来越热爱和支持红军 很快 广大人民群众 特别是广大贫苦群众就同红军亲如一家人了 当时 我们占领的广大地区治安情况良好 群众昼夜往来无阻 连小偷都见不到一个 沿西山的队伍和地方民团组织的政权都被摧垮了 但表面上保甲长还在维持秩序 另外 我们还有一个重要任务 就是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 我们找到了一些地下党员 帮助他们发展地下党组织 并建立了一些游击队和游击小组 同时 工作组每天打着红旗外出活动 一面宣传 一面就进行扩兵 当时 刘亚楼 邓华对扩兵工作抓得很紧 几乎天天打电话催爆数字 一天 四团在相邻煤矿一下子扩了二百多 邓华马上把这个数字告诉我们 并号召我们三个团展开竞赛 可我们这边没有相邻那样的大煤矿 怎么办呢 经过努力 我们二团也扩大了六百多人 其中有一些是上过中学或小学的 我们还扩来了一个山西大学的毕业生 以后送到施政支部当了民运干事 可以说 我们在山西扩兵很有成绩 据统计 东渡黄河以后 一军团扩充了八千名新战士 再就是筹款 筹物资 办法还和以往一样 由部队的政治机关和供给部门共同组织打土豪 抓到地主 就一批一批的罚款 从几百到几千部等 同时没收地主家的布匹 粮食和盐等物资 我们把布匹分给部队 准备给战士做单一 没收的粮食 除留下部队吃的以外 其余都分给当地贫苦群众 我们在近南地区共分散活动了将近二十天 在这段时间里 我们不仅在近南乃至整个山西地区 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 而且还发展了队伍 增加了资财 在我们离开山西的时候 我们一军团还帮助山西的地下党组织 起一支有七百多人的游击队 并派肖旺东任这支游击队的支队长 张国会任政治委员 不过 在红军西渡黄河回到陕北后 他们终因敌众我寡 加之没有根据地 最后没能在山西站住脚 半年后由肖旺东和张国华 带着一批游击队的骨干回到了陕北 五 回师陕北 在我军主力奋兵南下 北上以后 严西山再次请求蒋介石派兵增援 同时加紧集结部队 准备对红军发动反攻 1936年3月24日 蒋介石派陈城到山西担任总指挥 4月中旬 他又派遣十个师的兵力 分两路进入山西增援 其中一路五个师自同关入山西 另一路五个师自正派陆西进 与此同时 严西山调集了五个师又两个旅 由近中南赶来 企图首先夺取由红军控制的各个部门 封锁黄河 堵住我们的退路 然后分别围歼我左 右路军于黄河以东地区 为配合这一行动 蒋介石还强令在陕西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向延长 延川出动 袭击我军后方 这样 我们留在陕北的部队 兵力显得过于单薄 难以抵挡敌人的进攻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决定 为保存抗日力量 避免与优势敌人进行决战 红军回师 逐步收拢兵力 西渡黄河 撤回陕北根据地 以彻底粉碎蒋介石围剿陕北根据地的计划 4月下旬 我们二团奉命经临坟 蒲县 武城 大宁往西北转移 逐步向十五军团靠拢 这时 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已进底进南 而且占领了大宁县城 正向武城前进 4月28日 正当我们向西北转移的时候 走在前面的五团同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 关林征的队伍遭遇 双方随即对峙起来了 我们二团 四团和师部迅速绕过武城 到了武城以西 这时军团部给二师下的命令是 要坚决把关林征的队伍堵住 不让他再往前进 限期是一个星期 以掩护整个一军团以致 整个抗日先锋支队安全西渡黄河 开始三天 是武团在那里抗击敌人 我们在后面待命 山西的地形很特殊 由于山西地处黄土高原 到处都是因雨水冲刷而形成的高地和沟壑 像陕北一样 山西的高地也较圆 这种圆大都是四边陡峭 下有深沟 顶上平潭 圆与圆之间只有很窄的一块地方相连 明曰夭闲 是个要爱 只要守住了这块地方 敌人就过不来 要想翻钩上缘也很困难 因此一开始武团守得还算顺利 没想到第四天午夜 国民党军从远处绕到武城后面的尸部附近 袭击了武团 武团死伤了好几百人 团政委林隆发负了重伤 师参谋长中学高也牺牲了 师部决定把武团撤下来 要我们二团顶上 去接替武团的防务 堵截关林征的部队 二团上去后 利用各个远口的邀险 构筑坚固攻势 顽强抗击了三天 使敌人没能前进一步 到了第七天晚上 师部突然接到命令 要二师向西南方向撤退 把敌人引向西南 因为在我们的西北是永和县 而永和县就是我们预定的渡河地点 因此要我们二师又使敌人向西南走 让他们离我们的渡口远一点 接到军团命令时 正好是我们二团紧靠着敌人 于是师部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团 接获命令 我们当即与敌脱离接触 回头快速向极限前进 天快亮的时分 部队就来到离极限十几里路的地方 看到山坡上有敌人的一个连在放连哨 于是断定极限驻有敌人的部队 我们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师部 这时师长刘亚楼的杨巅峰发作了 神志不清 什么事都不知道 被人用担架抬着走了 政委又负了伤 师里只剩下了政治部主任邓华和阶梯中学高参谋长职务的熊伯涛 邓 熊二人命令二团在极限附近坚守 掩护全师向西转移 师部和四团 五团先走 我们在后面坐后卫掩护 当时 梁兴初和我看到山坡上的敌人只有百把人 而且离我们不到一里路 就想不如趁这个机会把这个连搞掉 经过商量 我们当即下达命令 要一连和三连很快出动 消灭山坡上的敌人 这两个连摸上去以后 很快就把敌人包围了起来 只二十来分钟 敌人就全部缴械投降了 把这个连全部捞来了 天亮以后 我们全团迅速撤退 极限的守敌没有敢追 就这样 我们在山西打完了最后一个小胜仗 回到师部 我和梁兴初把作战情况报告了邓华 这时刘亚楼的病也已痊愈 恢复了神志 他们表扬二团作战主动积极 认为我们在这次掩护大部队渡河的斗争中起了很好的作用 同时批示我们要缓慢地向永和前进 5月5日 当我们到达永和时 刘亚楼已在那里等待我们 他告诉我们 四团正在渡河 要我们赶紧做饭吃 吃完饭立即渡河 他还告诉我们 毛主席刚刚渡过河去 到这时候我们才知道 毛主席是一直跟随我们异军团行动的 我们当时非常惋惜 因为到的迟了那么一点 就没能见到毛主席 很快吃完了饭 我们开始紧跟着四团渡河 渡船很大 一条船可以坐漆 80个人 来回十多次 我们全团就都过了河 我和梁兴初是最后跟随三连一起过的河 至此 我们的东征行动彻底结束 这次东征 从1936年2月18日强渡黄河开始 到5月5日重新渡过黄河回到陕北值 共历时75天 部队回到陕北后 经过几天行军 来到清建县驻下来 开始进行整训 1936年5月14日 东征红军部队在沿川县大乡寺召开团椅上干部会议 总结东征战役的经验和教训 这次会议的参加者约七 八十人 我和梁兴初也参加了这个为期十天的会议 大乡寺是当地一个比较大的庙宇 前面有两个门 两面有围子 后面是个戏台 台下有几棵老百树 我们的会场就在这个戏台子前 戏台子上是主席台 中央军委领导 两个军团的领导和各师的师长 政委坐在戏台子上 会议由毛泽东亲自坐镇主持 我们团的干部则在戏台子下面 什么也没有 每人捡一块石头当凳子 坐在老百树下参加会议 会议的前一阶段是总结东渡黄河的胜利经验 毛主席和军团领导讲了话 他们在讲话中指出 我们这次东征山西意义很大 不仅打开了北上抗日的前进阵地 揭露了蒋介石 阎西山和日本军国主义相互勾结的阴谋 打破了阎西山的独立王国 而且歼灭了阎西山的一部分有生力量 在历时75天的作战中 共消灭敌人约7个团 伏敌4000余人 缴获各种枪支4000余支 炮20余门 另外通过组织渡河作战 取得了江河作战的重要经验 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并迫使近角陕北的近隋军撤回山西 使陕北苏区得以恢复和发展 在此期间 我军共扩充新兵约8000人 筹款30余万元 并在山西的20多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 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 扩大了我党 我军的政治影响 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和华北已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会议的后一阶段 就反开了异军团的本位主义 毛主席在会上点了异军团的名 说异军团到达陕北后 就同15军团的团结存在问题 第一是骄傲 两个军团会合后 15军团就组织干部到异军团参观学习 而异军团就没有这样做 第二 异军团只顾自己 不顾友林 对兄弟部队帮助很少 不愿意调出干部去支援15军团和陕北的地方部队 这是严重的错误 第三 异军团的部队不礼貌 不谦虚 并列举了一些典型势力来说明这个问题 他还特别强调了这种本位主义的危害性 指出他会破坏红军和整个党的团结 影响同友林部队的关系 结果会孤立自己造成严重的损失和后果 他最后号召大家对这种本位主义的做法 进行坚决的批评和勇敢的自我批评 坚决纠正错误 同时要求异军团的领导干部带头做出检讨 这时林彪已调到红军大学去当校长 异军团由参谋长左权代理军团长 军团政委仍是聂荣贞 毛主席提出批评以后 异军团的领导干部 特别是聂荣贞的精神非常紧张 看样子负担很重 因为毛主席点了名 聂荣贞不得不带头承认错误 并要求异军团的各师 各团干部踊跃发言 揭发问题 检查自己 一开始 发言的人并不多 所谈的也主要是军团部的问题 到后来 发言的人逐渐多了起来 不仅揭发了军团部的问题 还揭发到了师 揭发到了团 最后揭发到了我们二团的头上 事情的经过是 在直罗阵战役后 二团曾将几个伤员 包括一个副连长 四个排长和十几个战士 送到延长的后方医院治疗 伤愈后 他们要求归队 院方领导不准他们回部队 要把他们留在医院分配工作 我们得知这一情况以后 就报告了师部 师政委萧华同意我们派人去药 但是医院仍然不放人 后来在部队东征山西时 一天我们行军恰恰经过这个医院附近 于是我和梁兴出带了一个牌 到医院门口去要这十几个干部 战士并强硬的说不给就不行 就这样硬是把人给要了回来 就这件事会上有人批评我们本位主义严重 说梁兴出 吴文玉带着部队威胁医院 硬把医院的干部拉走了 聂荣珍当即在台上问二团 有没有这样的事 我们实事求是的做了说明 并检讨说不应该带队伍去 更不应该以粗暴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我们讲完以后 师长刘亚楼当场带我们二团承担了责任 刘亚楼说这件事情我们知道 有错误我们负责 我们认为前方的部队伤亡大 补充的新兵多 缺少干部 伤育的干部就应当及时归队 是我们批准他们去要的 刘亚楼解释完以后 毛主席和聂荣珍的眼睛就都朝向了我们 聂荣珍说即使失礼同意了 你们这样做也不对 人家不愿意就算了吗 我很不服气的顶撞说 那是我们的干部 我们的伤员 伤痊愈了不及时归队 医院留着不放 这样做对吗 我们这样做 也适应伤员自己的要求 这一说可坏了 因为聂荣珍当时也挨了批评 心里本来就很恼火 听我这一说 顿时火冒三丈 立刻就对我大喊 你这样说法对吗 见到这种情况 我不再吭声了 这时梁兴初站了起来说 这件事我也有份 是我们两个一起去的 刘亚楼接着说 有错误 我们师不负责 不能怪二团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啊 当时还罚我和梁兴初 站了一会儿 后来才叫我们坐下 真没想到 在总结东征的会议上 挨了这么一顿批 六 西征甘肃 宁夏 迎接一 二 四方面军大会师 1936年5月5日 中共中央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公开放弃反蒋口号 并呼吁蒋介石及其部下的一切爱国军人停战议和 一致抗日 从而将从前的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 但是 蒋介石不顾日军侵略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 依然坚持自己攘外壁先安内的政策 继续调兵遣将 以图尽快解决西北红军问题 为此 他在逼迫张学良 杨虎城的军队积极在陕北进行搅供的同时 又调集了十六个师令三个旅 专门成立一个边区角共总指挥部 以陈城为总指挥 准备大举围剿陕北根据地 另外 蒋介石在得知红二方面军从湖南 红四方面军从四川开始北上后 又加紧调动驻湖北 四川的湖宗南部队进到甘肃 陕西一带准备再川 陕、甘交界处阻击红二 红四方面军 阻挠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合 中央军委经过详细研究后认为 陕北根据地东部及东北部的禁隋军是坚决反共的主力军 到那里去开展工作 阻力较大 南部的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领导人 以同红军初步建立了秘密的统战关系 我们的前线部队与东北 西北军的广大士兵不断有联系 接触和对话 相互之间不冲突 不打枪 有的甚至像朋友一样往来 特别是东北军的士兵 他们倾向抗日 迫切要求打回东北老家去 应避免同他们正面作战 只有西部的宁夏军阀马洪斌 马洪奎虽坚决反共 但防区广大 兵力分散是个薄弱的方向 而且宁夏拥有富饶的核桃平原 人口也在120万以上 是西北最为富裕的地区之一 如果能近战宁夏 就可以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 使陕北老根据地也得以巩固 1936年的5月中旬 中央军委决定 红一方面军开始向宁夏 甘肃方向行动 力争建立广大的陕甘宁根据地 这样向北可以争取打通同蒙古和苏联的关系 向南可以争取打通同红二 红四方面军的联系 并可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共同走向抗日 为统一协调西征行动 中央军委还决定 组成红军西方野战军 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 红一军团为左陆军 代理军团长左权兼参谋长 政委聂荣贞 副军团长陈光 政治部主任朱锐 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 红十五军团为右陆军 军团长徐海东 政委程紫华 参谋长陈其涵 政治部主任王首道 毛泽东 周恩来留在陕北 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没有参加西征 正在这时 因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 在陕北安定县的瓦瑶铺成立 纪林彪调任红军大学校长之后 红二师师长刘亚楼也被调去学习 由杨德志接任二师师长 二师的其他领导 如政委肖华 政治部主任邓华 参谋长熊伯涛等都未变 梁兴初和我也仍在 二师二团分任团长和政委 团参谋长胡发 尖调红大学习 由夏德胜来接任参谋长 中央军委关于西征的目的 任务传达下来后 我们立即按照野战军的要求进行动员和准备 针对西征作战区域主要是回民聚集区的特点 我们除向部队进行政治形式任务教育之外 还重点进行了关于严格遵守回民政策 纪律的教育 与此同时 我们还传达贯彻了大相似会议反对本位主义的精神 把会议精神一一传达到连 传达到每个党支部 并要求大家展开讨论 展开检查 使大家深刻理解本位主义的危害性 在军事上 则着重进行了战场侦查和临战训练 陕北的五月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 我们又第二次来到吴启镇 感想颇多 吴启镇试闪 干边区最西面的边沿 背负大山 辅靠洛河 城寨住在河堤上 1935年9月 我们经历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就是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 现在就地重游总能引起人们的亲切回忆 五月底 西方野战军分两路 从各自的整讯的出发 义军团奉命从陕北西京安塞 保安 无奇 向甘肃境内的环县县政府所在地取自镇前进 义军团以二师为前卫 二师又以我们二团为前卫 头几天没有事 行军路上 只见起伏的黄土高原上人烟稀少 到处都是荒凉草坡 以及在上面奔跑的羚羊 纷飞的野鸡和乱窜的野兔 这里吃水困难 小河沟里的水都是苦水 当地老百姓吃的水大都是自家水窑里的水 再就是在冬天下雪以后 出去将积雪运回来导入水窑中所融化的雪水 水窑里积存的水往往有限 部队到了宿营地后找水做饭很困难 常常一天只吃两顿饭 6月3日 我们来到了离曲子镇大约有30里的一个地方 我们出发前还没有发现曲子镇有敌人 但这时先去侦察的侦察参谋回来报告说 曲子镇是个土城 城里有敌人的骑兵部队在那里休息 多少搞不清楚 我和梁兴初赶紧把这个消息报告给杨德志和肖华 他们就命令二团准备消灭曲子镇的敌人 同时强调不管镇上有多少敌人 都要先迅速地把曲子镇包围起来 绝不能让敌人跑了 而且要争取不让敌人发现 他们还交代 如果敌人少 二团就先发起攻击 如果敌人多 就等后续部队到来后再一起打 接到消灭曲子镇敌人的命令 我和梁兴初两人高兴地跑回团里 命令部队继续前进 我们在里曲子镇15里路的地方 稍事休息后 就召集各连连长 指导员开会 说明情况和任务 要求大家立即进行准备工作 在会上 我们具体分配了各连的包围任务 选择好突击点和火力阵地 特别要求各连准备好梯子和竹木工具 以便爬城墙用 还要准备好铁锹 必要时挖地道 炸毁城墙 要组织好机枪火力点 以掩护爬墙队伍 另外 还要选择最好的干部 战事组成突击队 首先登城 由于任务紧急 我们最后还特别强调 各连的准备工作务必要在短时间内完成 部队开始做准备工作的同时 梁兴初和我就去侦查曲子镇周围的地形 发现曲子镇的城墙方圆一公里多 墙高二丈 后六持续 四周建有碉堡 墙外还有一丈深的嵌毫 但无水 经过详细侦查 梁兴初决定从东南角主攻 在西南角主攻 并在城外的制高点架好机枪 以压制敌人的火力 我们是从下午一点钟开始准备攻城的 奇怪的是 城里的敌人既不打枪 也不吭声 两点半 对部队的各项准备工作检查完毕 三点 部队开始攻城 我们一爬城墙 敌人就开始打枪了 由于我们准备充分 攻势迅猛 不一会儿就打开了一个口子 梁兴初和我带领两个连攻了进去 突击队的战士们在猛烈的重击枪火力掩护下 很快爬上城墙 并攻占了城东南的小碉堡 紧接着 我们又攻击前进到下面的街道上 守敌被迫退到西北角的居民区顽抗 杨的志 萧华就在城边外的马路上指挥我们 我们是从东南攻进城的 进城后一直向西北方向攻击前进 待攻到西北角时 看到了敌人的一大片骑兵 大约有好几百匹马 从抓到的俘虏口中得知 那是马红兵的部下 一个外号叫野骡子的旅长戴的三 四百人 主要是骑兵 他们准备从庆阳赶回宁下去 这天正好路经曲子镇 在这里休息吃饭 不料想叫我们给围住了 我们部队刚刚到陕北 只是在武起镇的城外遇到过一次骑兵 我们对打运动战比较有经验 但是对城市攻坚战 我们没有打过 对这次在镇子里的街道上打巷战 更是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由于没有经验 我们攻进城后 一开始并没有顺着房屋逐渐攻击前进 也没有构筑攻势防备敌人的反击 而是用两个连沿街道横扫过去 直逼西北角 我们认为敌人在街道上 齐数施展不开 原以为一股作气把他们消灭掉是不成问题的 没想这就疏忽大意了 就在我们一直向西北角攻击前进时 野骆子抽足了大烟 亲自带着他的全部兵马从西北角的各个街巷里钻了出来 向我们发动反击 野骆子的部下都是一些被金钱收买的亡命徒 他们不起马 全都光着膀子 提着一把或两把马刀奋力反扑 他们来势汹汹的冲出来 立刻就压住了我们的前进道路 由于我们的部队没有向战经验 也没有反击敌人的准备 敌人这一凶猛反扑 很快就被他们用马刀砍掉一些人 这样一来前面的队伍顶不住了 我们两个连直好边打边撤 我们一退敌人就更向前猛压 结果我们伤亡了百余人 就在这时战场情形又发生了变化 西北角被我们二师舞团得手 在我们二团和五团的夹击下 反扑的敌人退了下去 蜂拥在几个石头摇动内同我们顽抗 从俘虏的口供和当地群众的口中得知 野骆子确实是马洪魁部队里一个强悍的干将 因此蕭华要我们告诉部队 野骆子的部队一定要消灭 但必须要勇敢加机制和技术 这时太阳已膝下 夜幕将临 我们二团的同志对半天未解决战斗很不服气 请求再攻 杨的智 蕭华很照顾我们 命令二团和五团各派一个连从两个方向进攻 黄昏后五团先用一个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把城墙上的碉堡全部打下 把敌人逼进几个院子里 我们就用手榴弹一串串的投进去 炸得里面的敌人人叫马斯到处乱窜 成此机会我们冲了进去 用刺刀同敌人搏斗 捅死了不少拿马刀的敌人 在我们的猛攻之下 敌人抵抗不住 有的就窜进老百姓家 换上便衣躺在炕上装病 有的则把头钻进洞里 把屁股露在外边 我们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搜查 抓俘虏脚枪脚马刀 到晚上十点钟 除野罗子自己盘踞的院子之外 其余各处的敌人都搅了谢 最后武团的同志把手榴弹投进了野罗子藏的那个窑洞 结果把他的卫兵炸死了 野罗子也负伤被抓 野罗子被俘后 武团把他送到师部 在师部 师领导对他做了很多工作 并给他治了伤 最后按照中央和军委指示 将野罗子个人放了回去 这次战斗开始进行的很虚利 一下子就突破了城墙 攻进了城 后来之所以受挫 总结起来就是一条 那就是在城市里作战 不应当只在街道上一窝蜂似的勇往直前 而应当凭借房子 凭借障碍物逐步向前推进 退却时也一样 如果只在街上猛冲 把自己完全暴露于敌人之前 是非吃大亏不可的 这次战斗是杨德志 肖华命令武团增援才解决的战斗 虽然最后战斗取得了胜利 但是我们二团却受挫了 因此打完这一仗后 大家心里都很难受 事后邓华来看我 问我负伤了没有 我告诉他 我没有负伤 只是从城墙上摔了下来 自己也闹不清是怎么摔下来的 我和梁兴初还向邓华表示 这一仗没有打好 大家心里都很难受 邓华安慰我们说 你们不是把敌人包围起来了吗 不是攻进城了吗 表现得很英勇吗 最后你们二团和五团消灭了敌人 获得全胜 为今后攻坚战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对此你们要很好的总结 接受教选 这是我们的财富 曲子镇战斗打响了西征第一炮 此仗打完 马洪魁不便望风而逃 被迫退守宁夏 再也不敢与我们正面交锋了 曲子镇战斗结束后 我们在曲子镇休息了一天 1936年6月5日 部队继续西进 惊鸿得逞 毛居井等地 到达七营川一带 进入了宁夏地区 在这里 部队停止了前进 同南面东北军和驻国的骑兵部队对峙 此时 西征的红军西方野战军已占领安赛 安定 静边 保安 定边 蓝池 欲望 环线 海源 同新城 七营川 富城 洪德城等陕甘宁边境的广大地区 开辟了纵横200余公里的新根距地 河原陕北根距地连成一片 形成了新的陕甘宁根距地 至此 我们基本完成了西征作战的主要任务 我们暂时驻扎修整的地方是一个平川 附近有条清水河 清水河是当地的一条大川 水流由南向北一直通向黄河 河两面是山 山上有源 山与山之间则是黄土高原上特有的沟 就在这里 我们一直修整到八月底 九月初前后住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 休整期间 红翼军团军团部驻于旺宝 二师师部驻李旺宝 四团 五团驻七营川 我们二团则驻最南面 直接与东北军对峙 二营和五营负责向雇员方向警戒 防御东北军张学良 西北军阳虎城的部队 当时在我们周围 南面是张 杨的部队 北面是马洪斌 马洪奎的部队 往西是邓宝山的部队 这些部队中 属张学良的东北军实力最强 因此东北军也就成为我们争取的主要对象 由于我们二团处于同东北军对峙的最前线 因此向东北军开展抗日救国宣传 就成了我们的第一项重要任务 根据上级批示 我们自上而下的在部队干部 战事中介绍东北军的情况 进行争取东北军抗日救国的政策教育 然后让政治机关的宣传队下到连里开展宣传 培训工作 交唱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救王歌曲 是连队的干部 战事都参与对东北军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 在七迎川附近休整的初期 南面的东北军在蒋介石的重压下 曾派出过两个团的骑兵向我们寻衅 遵照上级的批示 我们没有予以反击 而是向其喊话 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东北军兄弟们调转枪口打死蒋介石 卖国贼等 此后 他们没有再向我们进犯 我们也没有打他们 相互之间处于一种互不侵犯的状态 那段时间里 双方虽然对峙 但是不打了 这一时期里 军团部的主要任务就是开展统战工作 我们白天就用各种方式向他们宣传抗日救亡 晚上有时还开联欢会 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奉中央的命令 经常换穿便衣 坐上牛车 进出我们团的驻地 去东北军那里开展工作 那段时间 我们和朱瑞的接触比较多 他告诉我们 如果东北军要来我们驻地联欢 就欢迎他们来 但暂时不要到他们那里去 后来发展到双方部队直接联欢 当时的统战工作 主要是在上层展开 部队除担任警戒 同东北军队之外 主要是进行联欢 向他们宣传停止内战 共同抗日 收复东北师弟 尽量和东北军的下层交朋友 但我们也不放松对他们的戒备 不久 义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就同东北军的一个师长签订了停战协议 这是我们当时对东北军进行统战工作和抗日救国宣传的第一个成果 宁夏地处黄土高原 夏季气候炎热 干燥 中午特别热 早晚却很凉 晚上要盖棉被 早晨要穿棉袄 有早穿棉袄五批纱的说法 黄土高原上普遍缺水 尽管我们驻扎的平川里有一条清水河 可这条河在流经同新城以下区域的过程中 溶解了大量红色岩层 使河水变苦 不能饮用 居民大都靠挖井 冬季江雪储入井中 就吃这样的水 七迎川一带村庄稀疏 人烟稀少 村子里既脏又乱 很少有座像样的房子 大多是破壁残垣 老百姓很穷 绝大多数穿得破破烂烂的 这里土地贫瘠 盐碱遍地 小麦产量很低 每亩地年产百把金 见到这种情况 战士们都很气愤 说是马家军把老百姓害苦了 我们的驻地是回民聚居区 根本没有猪肉吃 有时买点牛肉 羊肉吃 能买到鸡时就吃鸡 主食是麦子 玉米和土豆 蔬菜不多 但夏天有西瓜 生活很艰苦 因为缺水 很少洗澡 这里是新开辟的区域 起初回民对我们不了解 有逃跑的 经过我们慢慢地做工作 就都回来了 我们团的七营 五营和三营住的村子 都是回民村 做不好回民的工作 连脚都站不住 野战军专门向各部队宣布了三大禁令 一 严禁住清真寺 二 不准吃猪肉 三 不准在回民区筹款 不打回民的土豪 部队里掀起了尊重回民 尊重回教和帮助回民的热潮 比如有的村庄吃水困难 要到十里以外的山沟里去挑水 我们就开展挑水运动 积极帮助回族同胞挑水 当时我们部队的主要任务 除对南面的东北军进行警戒和开展抗日宣传之外 就是开展群众工作 这些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帮助当地回民建立回民政权 并依靠回民去摧毁清水和一带的反动武装 争取把马洪魁统治下的群众统统解放出来 二是帮助回民群众种地 收装甲如早晨出操后去帮助群众排肥 施肥 麦子成熟后帮着群众割麦子 搞秋中等 三是帮助回民群众搞好环境卫生 这里的道路全是坑坑洼洼 一下雨就成为一片汪洋 老百姓家的牛 羊圈很简陋 厕所很少 居民随地大小便 由于卫生极差 一到夏天 苍蝇 蚊子 就多的不得了 爬的到处都是 看了都叫人害怕 炕上的臭虫之多 晚上咬的人没法睡觉 一开始我和梁兴出一起睡在炕上 后来就不得不找人借了快门板 睡在门板上 为了帮助回民群众搞好环境卫生 我们就帮助村民修筑道路 整理牛 羊圈 修建厕所 灭文营 臭虫 回民群众的房子 大都破旧不堪 一下雨就漏 我们就不断帮助他们修理房子 这样 我们所住地区的卫生状况 都有了较大的改变 同时 我们强调人 人都必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 八顶注意 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 不准吃猪肉 不准说猪字 不准接近回族妇女 这样一来 群众对我们也就特别好 回民是很讲感情和义气的 他们称赞红军是仁义之师 是真正的回民军队 他们把我们长征时期经过时 送给他们的几面旗都挂了出来 还请我们洗澡 请我们吃全羊 把我们当做了自己的家人 至于部队本身 由于基本上没有什么战斗任务 我们就强调干部 战士学文化 由各个连队的文书当教员 用树枝作笔 大地作指 坚持每天写字 识字 那时 我和梁兴初都有马 每天早晨起来 我们俩都要在川里骑马 跑上一段时间 介意练习骑术 锻炼身体